Wake up from Tarot in the Nasher Homie 大家好 現在我們在桃園國際機場 這次要前往曾經是東南亞國家的霸主 柬埔寨 為期九天八夜的旅程 跟大家分享柬埔寨可以怎麼前往 以及在那裡會遇到一些什麼樣的狀況 那台灣的柬埔寨旅遊資訊非常少 所以希望我們這次的旅程可以幫助到想去的大家 沒錯大家看我們來冒險 加油 那這次我們機場接送我們一樣是搭乘KK Day 就是從台中到桃園機場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點擊我們影片底下的資訊欄有連結 網路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是使用eSync eSync也是在KK Day買的 它就是兩區時日的方案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 也可以點擊我們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吃吃喝喝登機 好我們已經抵達柬埔寨的金邊機場 沒錯你一出這個機場 就有一大堆的人迎接你 就像你是明星一樣 就全部都是機場接送的 哈哈哈哈 你一從你的登機門走出來以後 下手扶梯 到一個出口 左手邊就是你可以在這邊直接辦落地簽 那落地簽比較便宜 我們是直接在網路上直接先辦好eEVisa 那想知道怎麼辦呢 我們有新鮮準備大家可以去看 我覺得辦eEVisa好處就是快很多啦 我們剛才走過去都沒有人在那邊排隊 你走到海關前面的時候下面有一行字叫你不要給交費 我們等行李的時間比入境的時間還久一點 然後你在等行李的旁邊就是有一個換匯的地方 那個匯率我剛看了一下 跟外面商家差不多就是1比4000 一美金是4000瑞爾 但現在應該是4100左右 我們在四周找了一些換匯的地方 那到時候我們過去看一下 可不可以換到比較好的匯率 然後今天的天氣呢 體感溫度比台灣還涼 然後我們會來柬埔寨呢 是因為聽說他們有很努力的在改變 那我們現在一路進呢 就感覺好像有很認真在做事的感覺 很多警察 對 因為他每個櫃台前面啊 他都有站一個官員 我也不知道是官員還是警察 可能你掏錢他就打你手 對 你在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怎麼可以給我們錢 對 之類的 就是大家看起來很努力要改變這個國家 希望我們這9天可以輸順利利的 那我們現在先去搭Grab 他這個機場外面呢 就有很多在賣網路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在台灣沒有買網路呢 在這裡也都買得到 賣網路的對面呢 還有抽商 在等Grab的地方啊 他這裡有一台販賣機 看起來好酷 很先進耶 有飲料和餅乾 這些飲料看起來好好喝喔 你在Grab的官網其實他有教你指示 我剛剛就是照的指示一路這樣走過來 還蠻容易的 其實你走出來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還想說你怎麼這麼熟 因為我是先查 因為網路成文其實查不到這些資料啊 因為台灣沒什麼柬埔寨的旅遊資訊 對啊 所以我其實來這裡有點抽完你知道嗎 其實什麼就是自己試 從這邊到飯店啊 我剛剛叫車大概是台幣279人 如果你叫飯店叫的話 差不多15美元 那這樣差蠻多的 對啊 好 我們現在已經抵達飯店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提早入住 所以我們就先進來放行李 那房間的話我們就等晚上回來的時候再開箱 我覺得房間可以值得期待一下 四三人房 我不知道為什麼 欸 有蟲欸 有蟲喔 哈哈哈 我們現在要走路去換錢 然後會經過一個菜市場 這味道跟台灣的一模一樣 還有魚耶 好奇怪的魚喔 好 現在我們就是來換錢 因為怕有一些商店可能也不能美金 雖然這裡是雙貨幣國家 所以我們就先換了100美金 那這裡的匯率是4100 機場是4000 那如果你用美金去跟攤販買的話 聽說也是4000 所以感覺先換比較好 對 然後會選擇這一家是因為它評價比較高 比較不會有假鈔 我有特別google過 就是在附近的評價好 就是這一家 那現在就是坐Grab去吃午餐 好 這家餐廳呢 它在京邊的富人區BKKE 那這邊呢就是比其他地方生活便捷 然後生活機能比較高 但物價跟房價呢也相對高 對呀我覺得這裡的東西不便宜耶 柬埔寨的餐廳我看了一輪啊 就價格其實都沒有比想像中哥的便宜 就好像跟曼谷差不多 那這家的餐點啊都是美金即價的 那這一家餐廳呢都是用現代的料理方式來呈現柬埔寨的傳統美食 那來柬埔寨呢一定要吃的就是他們的阿末克魚 我剛剛就看了老闆聽說阿末克魚到底在哪裡 後來有看到圖片了 因為它菜單太多了 對它餐點選項超級多了 那這一家餐廳啊它是講求環保的餐廳 所以它沒有冷氣啊也沒有使用那種一次性的餐具 那雖然沒有冷氣呢但其實還滿涼的耶 我覺得以目前到現在為止啊 現在是7月底的柬埔寨比泰國跟台灣還有涼 超奇怪的不是說很熱嗎 應該是因為今天快下雨的感覺 好像這一整個禮拜都是這樣 那怎麼辦 太好了不會很熱 不要暴雨就好 好 那我們就等餐 它這個芋頭餅啊它很像台中的那個稻草芋頭餅 它好像是芋頭切成一絲一絲下去炸 裡面在包那個蝦漿的樣子 它表層炸得非常金黃酥脆 切的時候就聽得到脆脆的聲音 好香喔 對超香的 它外面一絲一絲的真的好脆耶 芋頭 好吃耶 它就是很傳統又自然的芋頭香 它蝦子也吃得到蝦肉的感覺 但不是一整條的蝦子 這樣煮起來真的蠻好吃的 加上這個醬吃吃看 很好吃 真的有點像泰式的酸辣漿 但是它的香氣好像比較豐富一點點 它的酸甜感沒那麼明顯 還蠻好吃的 這樣搭配起來會比較解膩 其實我不喜歡吃魚 但是來到柬埔寨很多人都說 一定要吃他們的阿末克魚 每一間餐廳大家都脆阿末克魚 所以我還是想說來吃吃看好了 雖然我不知道它到底長怎樣 不知道會不會有魚腥味耶 應該不會泡 萬一有的話 我就要吃好多魚了怎麼辦 欸 蠻好吃的耶 欸 是喔 完全沒有魚腥味 它就是那種泰式的咖哩味 它有一點香茅 但是我覺得它的香料程度 好像沒有到泰式那麼重口味 他們這一家口味走一個 是比較耐心的路線 好吃耶 我有上網查過 他們說柬埔寨的口味 好像台灣人蠻適應的 不會到太重 所以現在目前吃起來是這樣嗎 這九天應該不會辣到拉肚子才對 你在第一天就是下這種狂眼 跟在泰國一樣結果開始拉肚子 第三天第四天拉都不行 結果來這裡喝泰奶 對 妳為什麼要喝泰奶 不然我要喝拿鐵嗎 好像也是齁 應該喝柬埔寨奶才對 我剛剛試圖要點啦 沒看到 泰國比較好喝 那奶味比較濃 茶味比較淡 我們還講小聲一點 因為可能他們聽得懂中文 聽說柬埔寨人 如果你會中文的話 薪水會比較高 那妳要來這裡打工嗎 好 一定有人跟我們一樣 常常一大早就去桃園機場搭飛機 然後就趕完第一天非常的累 那其實桃園機場附近就有過境飯店 那妳不用臨場趕飛機 或者是睡在機場裡面 那這個青浦桑侶呢 它有雙人房跟四人房的房型 我們這一次住的是雙人房 它裡面的空間非常的大 你在房間裡面就可以看到一片很棒的view 它這個小吧檯呢 我覺得很棒 提供給你茶包 咖啡 餅乾 有需要 應該還可以帶回家 那它冰箱裡面呢 喔 四瓶飲料 我覺得它房間有一點很棒 就是它的插座非常的多 這裡一個 兩邊床頭也各有一組 書桌那邊也還有 那這個床呢 尺寸好像很大 妳要量一下嗎 我很難量 我才150而已 180 那來檢檢看它的床 軟硬適中 不錯 那它的電視我覺得蠻大一台的 那整個房間我最喜歡的是它的浴室 浴室很大 那浴缸我來試躺看看 它這個view看過去真的超棒的 對啊 還不錯耶 那住過境飯店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時間嘛 那這個洗手台有兩個人洗手槽 所以兩個人可以啟用 可以節省時間 那它廁所還不錯 它就是有一扇門讓你這樣左右推 它這個馬桶呢 是免治馬桶 淋浴間呢 是做乾絲分離 它就是這樣 它跟馬桶同個門 那這間過境飯店呢 它有接駁的車可以送你到高鐵站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其他房型吧 青浦桑魚它還有餐飲的服務 下午茶是才加購的方式 那住客呢 飲品還有搭九折哦 那現在我們就先來吃它的甜點 還有喝飲料 還有吃一份輕食 休息一下等晚餐 那晚餐呢 我們吃的是個人主餐 選項比較多 那也可以加購換成套餐 那它的套餐啊 它有附沙拉 還有餐前麵包 那套餐也還有附飲料 它這個看起來很像是玉米濃湯 還蠻好喝的 我們點了一個蒜香辣味蝦 它的蝦蠻大隻的 有五隻 那還有一顆 比各位的馬桑還大顆的干貝 那它這個伊比利梅花豬排呢 它有兩大條 它的厚度都非常的厚 很嫩很多汁 但它煮菜還不錯 它這個火山熔岩啊 它外層非常的酥 切下去啊 就一整個大爆漿 就整個流下來了 超邪惡 它這個塔皮算蠻厚的 吃起來的話就有點酥酥軟軟的 那個檸檬的味道呢 就偏淡一點 好像是一個天早上了 早餐呢 就是提供吃到飽吃豬發 其實種類我覺得蠻多的 今天它有提供 炸物 饅頭 小籠包 還有多種熟食 而且還有海鮮的熟食 以及各種粥 青粥 皮蛋瘦肉粥 它還有很多的水果和沙拉 還有涼拌小菜 而且它還有 鮭魚片 和叉燒 對 我覺得種類真的超多 對 那飲料的話選擇也蠻多的 有果汁 咖啡 這一些 我覺得以桑魚來說 它的早餐算蠻豐盛的 那住了一晚啦 我覺得這間其實基本上沒什麼缺點 然後洗澡水也蠻強的 那就是地下室的停車位比較少 大家如果要開車來的話 就是早一點來停就可以 那如果對這邊青樸商旅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點擊我們影片以下的資訊欄 那我們現在就回到正片吧 我們剛沒有吃很飽 然後下一個景點還沒有營業 我們就先來Seven看看 看他們的東西是賣什麼 這個可鬆麵包看起來好... 難吃 你怎麼就養 它這個Seven的飲料看起來跟泰國很像 你看 他們還有賣傳統糕點 小小的 那個是台灣的月餅 應該不是吧 它這裡有賣泰奶 你就去那裡拿拼 然後在這裡壓 就是泰國啊 跟泰國一模一樣耶 好像是一模一樣的耶 這裡離很近啊 離泰國很近 對啊 好酷喔 而且它還有冰沙耶 這裡還有賣這種集中式的熱飲料 你就拿了以後在下面泡 它這是私熱冰 有可樂跟芬達 你要喝嗎? 沒有 它這裡的標價有瑞爾 也有美金 所以付哪一種應該都可以吧 我猜 這個瑞拉廚師跟我們在泰國看到的價格一樣耶 都是40塊左右 換成台幣 這裡還賣燕窩耶 價格多少我看一下 3.7塊美金 這好像是泰國的打拋豬耶 它是賣2.6美金 好像差不多 你可以來柬埔寨就好 不要去泰國嗎? 柬埔寨其實物價沒多便宜 對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柬埔寨離泰國很近 所以他們滿多泰國的食物耶 路邊也是 對 像這個小老闆 一整區 它還有這個大疙瘩 我買一個這個巧克力 柬埔寨都好不好吃 柬埔寨是使用雙必別的國家 它標價的時候 其實都標美金跟那個瑞爾 但是我剛付的時候 問它美金行不行 它好像都說不行 但是不確定是不是 它沒有錢找還是怎樣 理論是應該可以的 要不然它標美金幹嘛 換算一下 其實如果你把美金換成瑞爾 再拿來的話 好像比較划算一點 大家猜猜看這個多少錢 2塊錢美金 60塊 是不是有點貴 嗯 就覺得不錯吃耶 因為它奶油很豐富 是喔 我吃吃看 不覺得它那個蛋糕嗎 就裡面那個 不知道什麼 就是很紮實 天啊 有 還蠻好吃耶 不會很甜耶 好啦 可以啦 嗯 你要去哪 它好好笑喔 那是我唯一 你一直在弄我的時候 超好笑的 好 現在我們已經抵達金邊皇宮了 那它走進來呢 你就會覺得它很像泰國的大皇宮 真的很像耶 嗯 那它進來的話 一個人門票是10塊錢美金 不便宜 只能現金 然後褲子的話要過溪 它沒有撞到很嚴啦 對 就不要太短就好 大概在溪蓋那邊可以耶 剛剛我們在入口問工作人員 他說你可以拉下來一點點 對 進去的時候 嗯 然後走進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稍微拉回 正常一點點那個長度這樣子 那柬埔寨的首都啊 原本是在烏洞 後來才蓋了這座王宮給國王居住 所以呢 首都就遷到了金邊 那1866年的金邊皇宮 是經典的高棉式建築 外觀呢 是以黃色跟白色為主 黃色代表的是佛教 白色代表的是婆羅門教 造型呢 金碧輝煌 看起來非常的有氣勢 那現在這裡也還是王室的居住地 也是柬埔寨舉辦國家重要慶典 和接見國外賓客的地方 就是其實跟泰國大皇宮的用途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走走看看 好 那有一點你需要注意一下 他中午有休息時間 他到下午兩點半才營業喔 對 對 身後這個是銀佛塔 它就在金邊皇宮裡面 是歷代國王李佛的地方 因為地板鑲嵌了5000多塊的銀磚而得名 裡面呢 珍藏了很多的無物極高棉的文化 市的中央還有一座 好像是純玉打造的佛像 就是跟玉佛是很像的那尊佛 這很像翡翠綠的顏色 它是不是姊妹佛 阿齋 知道人可以在下面回覆 它裡面好像還有一座佛像 好像鑲了不少顆鑽石 那它的金身是用4公斤的黃金打造的 對 我覺得可以進去看看 裡面真的有蠻多那種很古代的文物 然後裡面不能拍照不能錄影 對所以大家自己來看 對 它出口有紀念品店 所以紀念品店這裡有賣很多的柬埔寨的磁鐵 我們買了一個圓形的那個多少 最後一個在這裡 這個人厚美金 除了還有免費的水可以喝 讚 我點了一個這個一個這個再一個這個 三個兩塊錢美金 可以Apple Pay 它會給你一個這個85號等它叫號 這家咖啡廳呢 它是柬埔寨的連鎖咖啡廳 它前面呢面上的就是妹公盒 它擁有很大片的玻璃採光 所以它生意非常的好 那裡面呢做無訊息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位子 那來這裡一定是會喝飲料嘛 那如果你不喝糖像我們一樣的話 拿鐵記得跟它講不要糖 不然聽說我很甜 它真的要講耶 我剛剛講說no sugar 它就說no sugar ok 所以代表如果不講它應該會給你加糖 加爆 你說怕太空虛 所以又買了三個小麵包 對 咖啡還不錯喝耶 好吃嗎 還好 其實看起來真的還好 但我只是覺得只喝咖啡有點太乾了 可以啦 我發現柬埔寨的自然真的很好耶 除了外面會有飛車檔 還有你按摩車可能會被人家乾錢包以外 你看我後面那電腦這樣放在我桌上 至少快10分鐘了 都沒有人來拿耶 我後面這個也是 對 超屌 你後面那女生就直接走了 好像那電腦不干她的事一樣 可是台灣我也不敢這樣放 雖然台灣應該也不會有人乾 台灣也是電腦放著 然後人就不見了 對啊 沒想到節目上也一樣 現在我們來這間教一個按摩 來按一下 爽一下 有點累 我們點個這個 逐步按摩 因為生理期來不是這個安全生 買大幅 吃着拍攝 雙子 散摩 看看 啇 啦 死 我们刚已经按摩完了 那间按摩店我们真的是鸡腿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我们原本在按脚 但是因为它只有剩一张椅子跟一张床 我们觉得既然要躺下不如按全身 所以我们改成全身 但我忘了录菜单 反正一个人18块 18块美金就是传统的刀棉按摩 我们各给一个人1块钱美金 所以等于一个人花了19块美金这样子 它就是会针对你的穴道还有金去按摩 它会依照你想要的力道去施压 就还蛮算是客制化的 建议两个人去 因为两个人去就会有包厢 那你的包包放在里面也蛮安全的 对 它那是没有柜子的 我们是放在旁边的地上 它有帮我们放到旁边的柜子 才不会挡到他们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走出来的时候 小哥又跟你讲什么 还跟我说要小心手机 要不然会被干走 对 来柬埔寨呢 你一定要小心你的手机要有挂绳 相机要有背带 反正就是你要挂在身上 然后还有鞋背手插下去的那种 导致我们现在全身都是绳子 对 但是我不得不说 坚普寨人他们的老百姓就是 个性都非常的温和 对啊他们讲话非常的温柔 对 然后有点气虚的感觉 哈哈哈哈 因为我刚刚讲话都听不到他讲什么 然后再补充一点 刚刚我结账的时候 那个小哥啊就是 而且那个意见调查表嘛 然后他就是知道说我们是台湾来的 他就说台湾就是很友善 嗯 这一群台湾人继续保持 哦 是我好这样讲 没有 后面我家的 那现在我们来吃晚餐了 我们吃David 这间是很有名的餐厅 就是连在地人都会来 然后导游也会激推 店员也非常的客气友善 来这里一定要点他们的 鸭胸炒面 还有水饺 那现在我们就在等餐点 他的水饺有煮的跟炸的 然后有猪肉素食跟虾子也可以混合 我们选择混合炸的 薄薄扁扁的 希望他料多 有脆吗 他的辣椒酱你真的只能加一点点 因为真的很辣 那他的这个炸水饺其实炸的很好吃 他虽然馅料没有很饱满 但是他那个面皮啊炸过的香气还蛮浓的 吃起来算是 不知道是油还是肉汁 但是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两个人分还不错 那这盘很贵耶 4块4.5块美金 这样台币多少 130以上 好贵 对啊 但是蛮好吃的 他的面条我觉得吃起来还好 只是比较有硬度 不是有软Q有嚼劲的 他是吃起来硬硬的感觉 我觉得少了一点弹性 然后鸭胸的话他是很软嫩 加上鸭皮我觉得香气还蛮浓郁的 最好吃的鸭胸不输台湾 他这盘鸭肉大概是6块钱吧 我有点忘记了 6块钱美金左右 所为台币大概190左右 虽然他鸭肉粗骨大概有10片左右 但是以柬埔寨的物价来说他算贵了 所以到底是谁推荐这家的 现在是在想说有哪个柬埔寨人 可以餐餐吃这个 应该不会餐餐吃这个 可能有人生日才吃 所以刚刚里面在房间 好喔 好那现在我们已经回来饭店了 先带大家简单看一下 我们今天住的房间 这个房间真的是蛮大的我觉得 去习惯日本的我们来说 真的很大 而且也比曼谷大 欸对 大很多好不好 而且我订的是双人房 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三人房 这画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房间到底有多大 比在台湾你各位的主卧室都还大 好像是喔有喔 超大的喔 这豪宅的主卧室喔 这里有一组小沙发仪 这里有一个长条的桌面 这应该算小吧台吧 他旁边左右两侧都可以给你放行李 冰箱里面有东西 蛋多少钱 价目表放上 但这个水还有吉隆茶包和茶叶不用钱 他给的是日本监茶 他这个挂衣服的地方还蛮舒服的 旁边有个保险箱 这里还有拖鞋 左边这个桶子应该是给你放浴衣的 这是他的浴室 很大的台面 盥洗用品给的不少 还有这些 他还订在墙上小小的吹风机 然后他有浴缸 是莲子的干湿分离 好那这间hotel呢 我们在Agoda上面订的 如果你想要订在hotel的话呢 可以点击我们影片底下的资讯栏 那这间hotel呢 他最便宜一碗只容1100块台币 超便宜而且超大 而且还有早餐 对免费的喔 而且他还有泳池 我觉得就是这么便宜还有泳池 真的是很棒 那现在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感想 今天呢来柬埔寨 我是觉得他有点像泰国 但是感觉比泰国的贫富差距还要剧烈 泰国比较有钱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这种感觉吗 人民比起来啦 相较之下 对 但是柬埔寨的机场我觉得 简单二要还不错 就是他从下飞机啊 到你整个离开机场 我觉得走不到100公尺 超近的超方便的 超近的 然后机场又离他的金边市区也非常近 只是很堵 有点堵啦 那我们今天第一站就是放完行李以后 我们就马上去吃那个BKK的中餐 对那间我蛮喜欢的 对啊那间其实是今天吃下来的CP值最高的 我以为是最贵的 吃了晚餐的之后就觉得中午那个很赞 对啊他东西我觉得有特色 有点像泰国的味道 但是就是不会这么的刺激 很适合台湾人的口味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晚上的真的CP值太低了 下午的那个咖啡厅也不错 就会很难想象说原来柬埔寨有这样子的咖啡厅 我们对柬埔寨的偏见实在太深了 整个亚洲人 没有喔 我跟你讲这里很多韩国人喔 今天我们整个就是跟柬埔寨人相处下来 觉得他们其实蛮温柔 很有算耶 说话轻声细语 今天是来柬埔寨的第一天 我目前是对柬埔寨印象蛮好的 不过现在才第一天 我们还有8天嘛 就看我们接下的8天会怎么过吧 拜拜 拜拜